刚才在梦里面 发现那个右侧手腕的地方 刺痛 很刺 就像一个正在刺痛 我想怎么会这么痛呢 后来一看 这个地方好像出现了一个皮肤破身 好像被什么碰了 很明显的一个 我感觉好像 睡觉之前没碰上 没有这个破身的 我看到圣悟空 圣悟空 哄男长 两个人又在练武 又在练武 因为前任之后他们 地球上一看多水灾 看到多水灾 后来就到天庭了 到了天庭 天庭里捂了 闲得没事干 他们又在练武 又在练武 在练武的时候 练武的时候 把那一下子不小心磕到我 那个手盘上面 磕到手盘上面 磕到手盘上面 他说现在他们再去地上看看是不是 再到人间去看看是不是那个水灾退了 水灾退了以后就他们去找点那个 再看看盘头 有没有那里长盘头 看看有哪里有没有盘头 主要是去看下盘头 主要去看下盘头 这个比较怪 大家跟踪我那个林牌的时刻就发现那个宋空 同那个哪吒两个人练武的时候经常就靠着我一下 尤其是后脑上那边刻三个伤疤 这时候都不是刻在后脑上这边 在水灾这边 这么说呢 后脑上确实有伤疤 伤疤是他们刻出来 因为是后脑上我自己眼睛看不到 但水墨这边总是有伤疤 然后今天我亲眼看到了 在睡觉的时候之前还好好的 干脆就发生刺痛了 原来是 是他们恋我 就看到了 看到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